我这个眉毛会跳舞的 我以为抽筋了呢 跟我说说你们家的排位 我是组长 我妈是副组长 我爸是小组长 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亲爱的天长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所推出的幸福账单 本节目由富方阿娇江 独家冠名播出 富方阿娇江 气血双骨 三十九年品质保障 幸福账单 专属作家 由吉利远景家族提供 人生第一步 幸福不止步 来吧 赶快游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保障人 好 小你了呀 啊 啊 呀呀呀 嗨 我和你走开花儿 走呀嘛走风黄啊 看我和哥哥结成双呀 啊 啊 呀呀呀 哎呀 我和哥哥结成双呀 我和哥哥结成双呀 哎呀呀 你们好 主持人好 训试一下 训试了一下 大家好 我叫锦亮 来自山西省大同市 杨高屑 撒个台聪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叫吴燕音 来自山西省大同市 杨高屑 四字童 聪 你们俩是搭档 还是姐弟搭档 姐弟搭档 对 姐弟 亲的不 不是 就是表姐 表姐 亲姐 对 我今天主要是什么呢 今天来到电视台 主要见到我的偶像了 你好 特别的激动 你的眉毛 你的眉毛 我的天哪 我这个眉毛会跳舞的 我以为抽筋了呢 淘气鬼 对 一看就是淘气鬼 淘气的孩子 淘气包 从小吧 我这事就不能往外说 说出来怕那人家笑话 你就接着说说 你说出来吧 让我们笑一下 八九岁的时候 我们家不是就是种地的吗 农民 秋收了以后 我父亲跟母亲 把这个玉米杆子 收回来以后 放到我们家院里边 完了我就小时候逃嘛 从外边 刨了一个窟窿 进去了 再进去不要紧 从外边给点着火了 我就往里边跑 差点让火给烧死 那你真是 你打这逃呢 对 当时就特别逃 还有一次吧 就是在学校里边 那时候上了四年级了吧 几个小朋友在校园里边 追着打着玩不是 前面一个小朋友 忽然就摔倒了 完了我们后边 就是拥挤地上去 就是爬了那个 最底下那个小朋友 就压在他跟上了 对 完了 下边还 躺 我躺 完了 压断腿了 所有的小朋友 都跑了 就剩我自个儿了 撒了眼了 当时校长和老师们过来说 是不是你把人家 腿压断的 当时我傻野了 都不会说话了 人家都跑了 对 就剩我自个儿了 后来把人家这个 去医院的就是医药费 给人家没少赔偿 是 对 原来是一群小孩 闹着玩的 对 那真的是玩笑 还是得有分寸 对 我家里边也是 没钱嘛那时候 我爸爸吧 就是也是种地 以农民为主嘛 就是在地里边 受得苦呀 受得累呀 每天劳累的 就是身体不好 全是我妈一个人 在家里边 撑起一片天 有时候用的这些东西 别人家有的 咱就没有 都不舍得花钱买 妈妈是不是特节俭呀 对 家里边现在用的这些 就像这个黑白电视机 现在还在用黑白电视机 对 对 还有那个镜子 还有柜子 老镜子 对对对 这是柜子 对对对 这柜子有意思 那时候我说妈 你把这个 要不就 卖了吧 我妈说了一句 特别逗 说把你卖了 也不能把柜子卖 这是闹着玩的 对 因为什么呢 这柜子呀 比我年龄还大 那当然 对 不懂柜子 对到现在都 都有个 差不多四十来年了 挺好的 我跟你说 这好木料 现在真得好好留着 可别乱扔 对对对 其实老人 节俭都结成在 自己身上 对 我母亲吧 就是动了六次手术 前前后后 身体不好 对 有一次吧 动手术是我记忆犹新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次吧 差点我就 可父母就 没有见上面 很重的一笔 对 用这个 医学的用语说 就是长套叠 那时候吧 很危险 医生都说了 你这迟来 这半个小时 就没命了 当时吧 我们家里边也 没有这个 特别的多的存款 那时候我也紧张着 要娶媳妇 当时吧 在医院里边 进去了 就是已经退了 这个手术室里边了 完了 我母亲说啥也不做 说是别做了 都要了命的病了 对 因为医生医生都 说你这太倔了 后来我跟我爸 就是从这个 手术室的外边 进了里边以后啊 我当场就是 给我母亲 就是溃下了 当时吧 我就说 求我母亲 我说 咱做吧 没事 我说 钱是咱们人振的 也慢慢地来 父母身体硬朗 结结实实 结结康康的 这就是全家的福分 没错 我相信我说 咱们家一定会 好起来的 慢慢地 但是我母亲 解决说 儿子 妈 我做了 说 给你留她 娶媳妇吧 当时吧 我父亲 当时掉泪了 那是我第一次 见他 就是 哭了 后来吧 我就说 母亲 你做吧 你这我马上 要娶媳妇了 您还抱松子呢 所以说 这话说得好 对 因为我这样 鼓励我母亲 我想让我母亲 做了手术以后 她能好起来 最起码有一个完整的家 对呀 对 妈在家就在 对 后来做了吗 做是做了 但是出来以后 医生告诉我说 别人做这个手术呀 都是全嘛 你母亲呢 就是做了个局部嘛 局部嘛 她是相当于 就是忍着这个疼痛 把这个手术做完的 半清醒的这种 就是为了给我 省这个娶媳妇钱 真的是 就即使做了手术 也是能省一点 是一点 是啊 但是现在咱家 最艰难的时候 也过来了吧 对 现在就是 我也就是结婚了 对呀 就是 有孩子了没 今年的年底吧 我母亲就要抱松子 哎呀 好事啊 这是怀着呢 这是怀着呢 太好了 对 这是对我母亲 就是心理上的 最大的安慰吧 是 挺好 你的账单是啥 我的账单吧 就是 我母亲就是 从一开始 嫁给我父亲 就没有回过 我的姥姥家 姥爷家那边 所以说呢 就是给我母亲 抱一张 就是来回的车票钱 对 好 来吧 我再留给你 加油了 六十秒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六十秒 再ti小 也 多年 我都不想起 发花 嘿嘿嘿 发花 嘿嘿嘿 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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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快越转 越快越转越远越走 发 grown! 早饭ene van 早饭ene van 隐 gentleman indicators 她们仍然比我最高 发花 发花 好好好 是 nietiti的时候 咱们第五十三 我需要静新的ях 的设问 150秒登挑战时间 快跑好不好 行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9000元的去四川的来回的路费 路费9000 全海进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津舒适变平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的也会获得 海津舒适变平空调 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加油 加油了 请亮要加油了 150秒钟时间 用的考虑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好 别鬼在爬的 好的 这一步很关键 好 第二关来了 看来这个景亮的身体素质 还是不错的 我看毛笔 划过底下 前两关非常的顺利 好的 保持住平衡 锁开障碍物 他非常的聪明 站起来跳 站起来跳 非常遗憾地宣布 尽量的账单取消了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尽量的 十五千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账人 一人我抖上台 就把精彩表演来 俩眼 试看观众 只为大家有掌声 朗诵 我很在行 演讲 我也能行 快往贯口 相声 小品 样样都很精 师傅 师傅 真是才艺了得 但咱也不能光说 也得吃饭 画园有何难 我是孙大圣 降妖又捉卦 大闹攀陶会 群翁天上星 毁翻金斗鱼 看我七十二遍 说吧 想吃什么 吃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尾儿 烧花鸭 烧厨鸡 烧子鹅 芦术野鸭 酱鸡辣肉 葱花小肚 凉肉香肠 试饮酥盘 熏鸡白煮 清蒸八宝鸭 姜米 酿鸭子 都能变得出来吗 下面就是 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请大家仔细看好了 登登登 悟空 画园去 悟空 你又调皮了 乱扔东西 把东西收好 真好玩 你们一家人 刚才出来吓我一跳 像不像我们 国际频道的鲁剑 真像 新闻主播鲁剑 认识一下吧 这家人 先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江苏常州的段敏家庭 我是江苏常州五金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 我叫段敏 你真的是主持人 对 谁呀 我是段浩轩的妈妈 我叫王静岩 我是一名老师 大家好 我叫段浩轩 我今年七岁 我来自江苏常州新河实验小学 你们是准备咱们这么着聊天吗 要不然变个圈好不好 变个圈 来 转个圈 咱变一下 三二一 变 欢迎回来 变回来了 这家很特别 很开朗 很活泼 很闹的一家是不是 闹 很闹腾 是的 很闹腾 来 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牌位 我是组长 你是组长 我妈是副组长 我爸是小组长 你们领导谁啊 我想问一下 都是领导 我们都是领导 互相领导是吧 然后如果家里出现了矛盾 那听谁的呢 宝贝 一般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 真的吗 他不会一大击小吗 他们不会说我是爸爸 你得听我的 没有 不会说这 没用 他是三把手 我说话不算数 老大是这 我听他的 我觉得我妈说话也不太算数 那就剩你了 就你最算数 那就你厉害了 我特别想知道遇到矛盾 遇到争执 你们家是怎么平衡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星期日 有一节钢琴课 其实我星期日真的有一节钢琴课 我会头疼死了 那么那么痛苦的表情 不想去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我爸爸和妈妈会怎么样对待我 我首先肯定是比较赞同他了 邓浩轩 天气这么好 我也想出去玩 不过我们要倾听妈妈的 段浩轩啊 你作为我们家的组长 你怎么能有这种拉后腿的行为啊 可是我真的很想出去玩呀 你说了我们这一家人都要正能量 都要积极向上 都要坚持不懈 对不对呀 我们出去玩呀 可以换一个其他的时间 但是我们这个学钢琴课 它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练习 如果我们这次不去 你后面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对 再说了 要不是你这么努力 这么坚持 咱也不可能来到央视来参加节目 你也不会看到 你最喜欢的周勋姐姐 对不对 那我还是去上吧 但是 宝宝 那你以后一定要把这个丸给我铺上 这个可以 好的 没问题 这爸爸就是个霍稀泥的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 其实我们家这个说话还挺有艺术的 就是前两天 我接到我们老师的电话 就是说他这次考试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 然后放学我就问他 我说段浩轩啊 你今天考试怎么样啊 反正进步了 上次八十多 这回九十了 妈妈 我做到了 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们家呢 他爸爸每天就是跟他讲说 轩轩啊 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妈妈 你别着急 其实简单的我都会 主要是一些重点难点吧 你可能得帮我再复习一下 我下次肯定能考好 我也没有揭穿他 第二天呢 我给他准备了五张试卷 我说儿子 你要的重点难点 妈妈都帮你找到了 气死我了 我只是随口一说开个玩笑 结果我妈竟然当真了 后悔了吧 在我们家呢 还是氛围比较宽松的 因为我小时候呢 我爸是医生 陪伴的时间特别地少 导致现在我们的交流 都非常地少 每次一打电话 喂 爸 我妈呢 所以呢 我要多陪伴孩子 所以每天无论回去多么晚 我都会陪着他一起讲故事 我们还开了一个 段爸爸讲故事栏目 就是你 对 而且你们俩搭档做的 是的 你给我们再献一下当时的状态 好不好 来吧来吧 用心吐字 用爱归因 这里是段爸爸讲故事时间 有请我们的段爸爸 来给我们讲今天的故事 亲爱的小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啊 段爸爸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谦虚过度 有一天啊 小老鼠看到了狐狸哀客 有一条火红蓬松的大尾巴 不仅发出了有种的赞叹 哎呀 哀客大叔 您这条尾巴可真大呀 狐狸谦虚地说 哎 你们老鼠的尾巴比我大多了 啊 老鼠的尾巴比狐狸还大吗 你这叫什么呀 谦虚过度 这谦虚过度 如果要是生活当中有人说 哎 段奥轩你唱歌真棒 你会怎么说 没有 没有 我根本不会唱歌呢 哎 这叫谦虚过度了 这叫不叫谦虚过度了 那当然叫谦虚过度了 我应该说 谢谢您的表扬 我会继续努力的 对 给你点赞 哦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你喜欢爸爸这样跟你交流吗 挺喜欢的 我一般回家 爸 给我讲故事 什么时候啊 哦 其实你是把家庭的状态 还原到了一个 这个音频上面 他很 他很期待 并且我是觉得 小孩子的声音 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变了 变声 我想把它给保留下来 对 对 其实这家人也给我们 提供了一种 教育孩子成长的一个方式 好的 那账单是啥来着 我们的账单是 上海迪斯尼的套票 哦 一千九百元 一千九百元的套票 舞台交给你们啊 加油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三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 我就是一粒种子 无论你的繁华蔓延何处 不要忘记脚下那片泥土 我知道你的辛苦 明白你的付出 却忘了如何跟你相处 我们都不删表 如何心里全都清楚 这就是血脉相传的定数 心里有满满的爱 可是说不出 只能望着你远去的脚步 给你我的祝福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 可是说不出 你是世界唯一的男人 让我牵肠挂肚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吧 上海迪斯尼的套票 一千九百元 一千九 门票费用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信舒适 便民空调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的 也会获得海信舒适 便民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来吧 加油 加油了 请不如挑战区 来吧 三 二 一 开始 来 爸爸加油了 你要小心 我们的道具 不要着急 站起来稳扎稳打 好的 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第二关了 爸爸可以稳一下 不要着急 时间非常充裕 好吧 小心啊 你干嘛呀 我就说了嘛 非常遗憾地宣布 断敏的账单取消了 好 来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断敏的 一千九百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报站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美啊 来 认识一下好孩子 大家好 我是十岁的回宗女孩董美晨 很高兴能登上央视的大舞台 希望大家喜欢我 谢谢 可以喜欢你了 喜欢你 棒棒的 来 你呢 大家好 我叫张雪 现在是一名舞蹈教师 我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六年了 六年的时间 你是她的老师吗 对 宝宝 你不是第一次来幸福账单了吧 嗯 老师 我是有一次是给你当伴舞的 之前我们参加过一次那个七夕特辑 对对对 被邀请过来伴舞 然后因为可能因为时常的关系 她有一段个人展示那个视频没有被播放出来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谁是我带你走到天堂 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 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天气恰掉了 对 她回去后特别地伤心 就是家里是不是买好了小板子 说我们那期今天播七夕了 爸爸妈妈 老人都在等 当时啥状态 我就特别伤心 哭了一晚上 哭了一晚上 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些演员 会因为时常的原因 肯定呢 就节目被掐短或者是直接掐掉 你就是直接被掐掉了那个是吗 然后呢 然后老师就告诉我 他还会带我再来这儿的 对 他之后上课的情绪也不是很高 让我很不开心 然后我就跟他约定我说 我一定带你再来一次 这次我们不叛舞了 我们当选手 对 这回家你看谁敢掐掉 掐不掉 老师这个孩子跟您学了多长时间舞蹈了 他已经跟我学了六年的时间了 是第一个学生嘛 对吧 对 对 最好是六年 对 刚好六年 在六年的时间当中 姑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吗 因为她的爸爸是一位军人 然后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军人家庭本身的那种特质 对 他就特别地能吃苦耐劳 小脚外开 横脚伸长 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呢 有一次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比赛 但是在参赛之前出了一点小插曲 他的这个锁骨在学校的时候 被那个小男生玩篮球砸到了 然后导致了骨折 对 所以她当时也是比较难过 但她还非常想参加比赛 所以呢 在她那个去医院看完病以后 刚刚养好 刚刚整好的情况下 然后就要求我说 老师 我还是想继续排练 我想参加完成这次比赛 看一下上次参赛的那个照片 这是带伤坚持比赛啊 而且拿的奖了是吧 对 特金奖 最高奖项 特金奖啊 不管成绩怎么样 希望你享受这个过程好不好 谢谢老师 学跳舞并不为了拿各种奖项 关键是你能够真正地爱上舞蹈 享受到舞蹈的美好 棒棒的 好的 你的账单是啥 我的账单呢 就是我要去加拿大 参加国际性的舞蹈比赛 然后我的账单就是 我和我老师去加拿大的往返机票 对 那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 是图二人 来 有请 谢谢大家 sundpā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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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ential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第二段 老师 老师一定要坚持爬上去 太可惜了 非常遗憾地宣布张雪的账单取消了 好的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就可以分享张雪的五千五百元的账单金额 幸福账单专属作家 由吉利远景家族提供 人生第一步 幸福不止步 幸福账单为你买单 本节目由富方阿娇江江独家冠名播出 富方阿娇江气血双骨 三十九年 品质保障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保障人 男人的剧情 像出人头地 白天忙着大片夜晚寂寞来袭 再怎么努力 逃不开命运的去 人海茫茫 有谁能真的懂你 你要的终点 要有多顺利 才不辜负 这一路颠沛流离 偏情全力 换来感慨唏嘘 想要的未来 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应该 帮忙再继续 时光匆匆 你是否还有勇气 前路很长 还有很多朝夕 没有人心疼 好好爱自己 你好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东京 我来自北京大兴 你是音乐人吗 我一直特别 特别喜欢你 谢谢 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吧 十八年前了 然后您穿一身蓝色的裙子 我觉得特别好看 因为好像是您在主持 音乐类的一个主持人的节目 好像是 还记忆犹新呢 十八年前 那我刚刚进台的时候 不是吗 真的刚刚进台 那等于是我陪伴你成长是吗 对 那你现在学习音乐受我影响吗 你也不是唱歌 不是 我的音乐节目 也让他会喜欢啊 真的受这个影响吗 影响着我吧 就是让我别放弃 只要喜欢 不管你做什么的时候 心中有这个信念 对 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 会有痛苦的时候吗 你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吗 您说这是这样的 就是我好几次吧 我都是想放弃了 我从中呢 也做过其他的职业 但是不管在做什么 这个职业的时候 都喜欢唱歌 对 这心中吧 就放不下 这个注意力吧 就老在这 所以就是 你有喜欢的歌手吗 我特别喜欢杨坤老师 杨坤 你会唱他的歌吗 会唱 你喜欢他什么歌 他的什么歌会鼓励你 杨坤老师的《无所谓》 《那一天》 你当他面唱过吗 就特别幸运嘛 有一次在北京卫视的 这个杨坤歌手会 然后我就是去了 特别幸运就是他 让我模仿了他两句 就是我比同学更寂寞 然后那首歌 然后我就唱了两句 唱了两句 对 唱唱 就是 对我们也模仿一样 杨坤 我对着 镜子里的人发黄 那简单的我 到底哪儿去了 他到了想要的结果 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 这个歌 杨坤说啥 唱得好 唱得真好 他说这首歌 是我最喜欢的歌 他说在我人生的 就是最低潮的时候 这首歌一直在鼓励着我 勉励自己 我可以 然后他拍拍我的肩 然后那个 给我一个拥抱 在我耳边小声对我说 兄弟 加油 特暖 是不是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更加努力 希望你有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特点 好吗 模仿是一个阶段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再次确认一下张单金额吧 音乐制作费用 四千五百块钱 音乐制作的费用四千五万元 选海星空调 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星舒适 变平空调 提供的幸福基金 五个十八里 也会获得海星舒适 变平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那加油 来吧 加油了 步入挑战区 拿出更多精细给大家 来 三 二 一 挑战 挑战开始 好 他这个卖步卖得还不错 后腿跟得稍微快一点 可以 来 第二关 好的 好 怎么样 好 不错 不错 上 第三关 好 准备上 上 上 对了 要看着对面 没办法遗憾地宣布 账单取消了 来吧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 适合四千五百元的账单 拿出您的手机 猜用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进步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组抱账人 亲爱的小孩 今天又美又苦 是否已是了心爱的礼物 从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母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徽的郭曼曼 其实这个姑娘的身世 有一些特殊 你刚才说 亲爱的小孩的时候 我就想 可能是你拉扯着 弟弟妹妹生活的一个场景 给自己打气 也鼓励弟弟妹妹 好好成长 我们家有兄妹五人 然后我有两个姐姐 我两个姐姐已经现在出嫁了 我还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 因为在我十五岁的时候 然后我妈妈就离开了我们 那个时候是我爸爸 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拉扯着 这几个孩子 拉扯着我们 五个孩子 对 然后到后来的一年的时候 然后我父亲又去世了 那个时候 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十五岁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十六 对 很小 父母离开的时候 你十六岁 你的两个姐姐呢 我两个姐姐那时候 已经嫁人了 就其实家里就是 你是变成了护主 对 拉扯着弟弟妹妹 对 弟弟妹妹那时候多大 一个五岁 一个六岁 那么小啊 对 很少 那你其实还半大个孩子 十六岁 十五六岁的孩子 你也是孩子 没办法注意 因为我妈妈去世了以后 我肯定要选择工作 因为我爸一个人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支撑不了这个财务 你十六岁做什么 那时候出去跳舞 因为我之前有学过舞蹈 本来说是学七年的大专 但是学了后来两年 然后我就出学了 没有办法 用异校学到的两年的这些 最基础的舞蹈的技能 帮助爸爸养下 是 那时候我在江苏 然后跳一场舞的时候 一百 有时候一百五这样子 然后每天就拼命地 看哪里有要跳舞的 是啊 我就拼命地联系 就这样子 那你等于是像抱个妈妈一样 对啊 他们也面临着要上小学啊 是吧 其实我在这里 应该特别感谢的 是我的叔叔跟我的婶婶 因为我父母去世以后 他们的付出真的很大 然后中间有两年的时间吧 是我叔叔跟我婶婶 一直拉扯着我的弟弟妹妹 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在这里真的谢谢 我的叔叔跟婶婶 好在有亲人们 帮衬着 这一路走过来 现在弟弟妹妹多大了 现在一个十九岁了 一个十八岁 一个十九岁 都成年了 对 天哪 十几年 是啊 现在我弟弟 我们都挺好的 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弟弟然后跟我在深圳 一起打工 然后我妹妹呢 跟我姐姐 然后在家里 开了一个养生馆 我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会越来越好 那你今天的账单是什么呢 我今天的账单是 六千块钱的 然后是学习舞蹈 然后跟唱歌的 弥补小时候的遗憾是吗 对 对 对 大专那七年 我只读了两年 我现在能学多少 学多少 业务再精进点 生活更好 来吧 现在舞台留给你了 那舞台交给你 六十秒到底谁准备 三 二 你师父还会陪着我 我最似您的情人啊 当我已经告别昨日 是想起未来的路 我要像梦一样滋养 像天国一样坚强 在这吹着蜿蜿的路上 体验失明的意义 我要像梦一样滋养 像你一样宽容 在这前行丰富的路上 点亮生命的光芒 一百五十秒的挑战时间 加油好不好 加油了 我们发 再次签一下账单金额 多少钱 六千元 六千元继续学习的费用 选海信公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们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海信舒适 便民公调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了 也会获得海信舒适 便民公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加油 请不如挑战去 来 听我们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了 曼曼 小心 小心 要站起来 好的 好的 伸手不错 对 就是这样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好的 躲开四只毛笔 对 它动得非常的快 每一个道具都是运动当中 不要让毛笔打到你 再迈出一步 第二关就完成了 好的 好 这个时候要躲开它 躲开 我的天 你在上边 你怎么下来 还是掉下去了 非常遗憾地宣布 郭曼曼的账单取消了 好了 观众朋友们 现在账单分享已经开始了 赶快拿起手机摇一摇 又可以分享郭曼曼的 六千元的账单金额 马上开始 幸福账单 让我们欢迎下一组包账人 你好 三位老师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器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来自江苏南通 我叫李宝磊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从小喜爱唱歌 我既是一名工人 又是一名婚礼歌手 感谢幸福账单的栏目 让我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听说你的音乐是自学的是吗 对的 由于家庭条件的不允许 自己没有也没有去高要求父母 但是爸妈给我的零花钱 我自己舍不得用 攒了一部分的钱 买了一部录音机 他也是我唯一的老师 陆老师 陆老师 对对对 跟着录音机学的 对 跟着录音机学 魔法听 跟着录音机学 对对对 后来当兵了是吗 对 后来当兵了 在入伍的前一天 那天是父母陪同送我去火车站 送你去当兵 去入伍 走到半路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怎么了 妈妈突然间晕倒了 我们随后打了120 通过医生的不断努力 终于把妈妈抢救苏醒过来了 然后我坐在妈妈的身边 把妈妈抱在怀里 妈妈跟我说了一句 说孩子 去到部队一定要听首长的话 部队是一所好的大学 我相信你通过在部队的锻炼 对你以后走进社会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当时我给父母行了一个军令 这个军令可能在军人面前说 可能不是太标准 但是从我内心来说 是第一次给父母 闲上的一个军令 当时我进这个军令的时候 父母瞬间 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 我就带着妈妈的嘱托 走了 走了 最后是爸爸一个人 送我上火车的 妈妈在医院 送我上火车的时候 我也知道她心情不是太好 我跟爸爸说 您自己保重身体 同时也把妈妈照顾好 我在部队会努力的 最后我当了三年的兵 三年都是被领导评为优秀士兵 同时第二年被领导选为副班长 第三年入党了 真好 非常的开心 到最后部队的领导 还想让我留队 但是我跟部队的领导说 我的妈身体不好 我想回去多陪陪她们 平时妈妈说胃疼 胃疼 她吃了一点药 当时可能是止住了 压一压 对的 那时候我们只没有 重视这个问题 也没有去做具体的细节的检查 其实妈妈在五年前就去世了 她是因为 胃癌 当时我都崩溃了 我的爱人安慰我说 你不能这样一直下去 你必须要站起来 你这样下去 你妈妈在天堂也不得安心 这样我想了又想 我爱人说的是对的 我勇敢地站起来 我必须要努力工作 要更加地勤奋 让母亲在天堂得到安心 你的发展 你的好 就是对妈妈的安慰 对对对 好的 你的账单是什么 先告诉我 我的账单是 三千五百块钱的一对话筒 好 加油啦 舞台留给你 来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 二 天山飞的是什么 鸟儿还是云 我把自己唱着 你听到了没 风里漂浮着什么 花瓣还是露水 我把坏了散步 我把坏了散步 你输到了梦 用天来传逸 这梦的不死 心无随着 梦想来临 用天来传逸 这梦的不死 心无遥远 一百六十秒的挑战时间 请你加油 再次劝一下账单金额 好的 我的账单金额是 一对话筒三千五百元 三千五话筒 好 谢谢 李宝磊 请我们的口令 三 二 一 开始 来 包来第一关 没有问题 找对节奏了就没有问题了 好的 接下来是第二关 对 躲开头上的毛笔 好 还有最后一步 好样的 来吧 第三关了 第一步 对了 它直接是坐上去的 对 看什么时机站起来 非常的关键 好的 第四关 稳扎稳打啊 这个动作很漂亮 好的 还有最后一步 成功了 那就高兴地宣布 李宝磊的账单确认了 好了 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也想报仇 你手中的账单 非想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没错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搭上您的账单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儿等着为您买单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可以关注我们的央视综艺 官方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